美国的退伍军人纪念日也被称作老兵节 全美各地都有各种纪念活动 我们带大家到纽约去看全美规模最大的老兵节游行 今天在第五大道上举行的老兵节游行可谓是盛况空前 那么从现场来看呢 现在有两三万人 包括旁边的民众也是热情高涨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游行的盛况 游行打头阵的 是由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老兵 组成的哈雷摩托车队开道 他们虽然年迈却显得老当义壮 摩托车轰鸣而过 衬托着他们的矫健身姿和不输当年的风采 纽约警察局的乐队方阵紧随其后 警长布莱顿一改往日的严肃 热情向家道两边的民众致意 而市长白思豪也一展亲民风格 与围观的游客互动 纽约消防局也不甘示弱 盛装载道阵容庞大 并一路打着节奏明快的古典 身着苏格兰传统服饰吹风笛的乐队 也迅速吸引了众多民众的目光 在每年的老兵节游行当中 备受瞩目的队伍 就是受邀而来的法轮大法方阵 队伍中有人展示优雅祥和的法轮功功法 也有身着广袖堂装的仙女 手持真善忍花灯 成为现场最受瞩目的努力焦点 纽约的老兵节游行 是美国最著名的传统活动之一 今年估计有超过2万人参加 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60万旅客观赏 新唐人记者楚玉 奥利福纽约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